这个单元的主题 我们要找出两个正整数的最小公倍数 当率起点下去的时候 输入两个数 第一个数假设我输入24 再输入第二个数假设输入36 那么左边的黄猫说出最大公因数12 右边的蓝猫就说出最小公倍数72 这个程式怎么写呢 我们大约就是提出两个问题 输入第一个正整数 再输入第二个正整数 分别得到变数N1和N2 然后经过辗转相处法 就会得到最大公因数 那把两数相乘再除以最大公因数 就是我们的最小公倍数 这个在国中的时候一般会有交 两数相乘等于最大公因数乘最小公倍数 用符号来写的话 就是A乘B等于GCD乘以LCM 好请各位同学试试看 不要以为这么简单哦 中间还有一点小技巧 请试试看 请试试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内 봤 眼镜需要您的支持 そ opinion Villa X Wizard